霸气护气却一句话得罪三个群体 作为丈夫的罗靖 这一波真的做错了吗 近期因不满新剧拿家人开涮 作为主演的罗靖直接拔刀炮轰片方 并一怒之下删除了天下长河所有相关动态 作品尚在热播 却大有和剧方割袍断译之时 这让罗靖此举瞬间引发热议 可没想到 就在吃瓜网友还大赞他真男人时 罗靖却成了猪八戒赵镜子 里外不是人 被唐烟粉丝质疑 就是在故意立宠妻人设 而自己粉丝更是气到不能理解 吐槽他四十岁还恋爱脑不辜视野 为一点小事就得罪片方和平台 简直需要去挖野菜清醒清醒 而这早不是罗靖面对争议第一次冲动表态 2020年 一次在片场罗靖被女助理整理发餐 随后又被对方挽住手臂 恰封笔食唐烟刚刚产后复出 这轻易的举止瞬间引发传闻 无奈之下罗靖愤怒发博 用短短三次及时止损 言语之中霸气尽险 不过那个唐烟口中一向恭敬 面对场务也毫无架子的罗靖 为何每每一道辟样就性格大便 字里行间火药未满满 只因这些年在两人的婚姻里 罗靖实在被编排得太惨了 就在今年10月28号 本应是唐烟罗靖结婚四周年纪念日 然而网友非但没等到两人甜蜜撒糖 反而等来了罗靖新鲜出炉的八卦译文 当时他和女星张慧文在片场休息 继被狗仔拍到练功压腿时 罗靖直接把女方的腿当作栏杆 煞食绯闻四起 而2019年在和女星李怡同合作 贺力花亭时 两人合体拍摄情侣杂志 营销c皮 爆表的甜度也直接被网友冲上热搜 在话剧中 李怡同小鸟一人依偎在罗靖怀中 而罗靖则是摸头杀 捧脸杀通通上阵 两人暧昧满满的表现力 让无数网友直呼比真情侣还真 也让唐嫣的处境极其尴尬 自2018年解救唐嫣于情商携手步入婚姻 多年来两人一直被视为 圈内模范夫妻 恩爱有目共睹 所以罗靖的好男人形象一定不是空谈 但作为已婚人士 还是应该注重异性之间的边界 否则一次两次或许是狗仔断章取义 三番四次就是真的不想总结教训 而对罗靖来说 当初花成这20万才杂出的教训 如今海历历在目 2011年罗靖用20万看见了一个女人的真面目 对方正是我国致命女性苗普 当年两人合作莫国英挂帅时 因喜生情 而罗靖不仅在苗普父亲病重住院时 拿出20万积蓄帮对方写燃眉之急 甚至为了陪苗普一起照顾老人 正值事业上生气的他 直接退掉一半喜悦 可令他没想到的 在自己出钱又出力的帮助下 苗普变形痊愈了 自己却惨遭抛弃了 只因金子一难的苗普 更加认识到金钱的重要 没有钱 连家人的生命健康都无法保证 而当时男友罗靖已经31岁 除了一部美人心计 几乎再无代表作 离大红大紫大富大贵 还不知有多远 甚至大学时期 罗靖就已经穷得别具一格 为前坐车的他 曾和十位同学挤进一辆汽车 整个人横躺在人堆上 直接看上对面的公交车乘客 最终现实面前 苗普直接喊下心和罗靖分手 但让罗靖真正喊心的 不是自己狂砸20万 最后却人才两空 而是公众面前 苗普给出的分手理由 竟是他喜欢成熟稳重的男人 不想接受姐弟脸 这番言论无疑让罗靖谈了个寂寞 而分开后 苗普也果然言出必行 直接找了个大踏整整19岁的富豪 对方叫陈怡红 不仅集富二代官二代于一身 老爷是银行家 父亲是飞行员 母亲是军医 他本人更是和李宁共创过天下 母亲早已超过200亿身价 两人结婚后 陈怡红不仅豪吃豪宅 名包名表相送 更是在苗普为其诞下一对龙凤胎后 大写的陈怡红知道妻子喜欢飞机 这些狂杂上千万 送给苗普一架私人飞机 而苗普也是娱乐圈中 唯一一位有飞行驾照的女星 除了苗普 在认识唐烟之前 罗静还有过一位圈内女友 对方名叫李曼 2007年 两人在合作梦幻天堂时 虽系礼物员却成功在西外牵手 但好景不长 后来因不证明原因 这段感情还是无疾而终 直到2012年 一不乱世佳人 姗姗来治的唐烟 才终于走进罗静视线 而她还被罗静赠予了一场 娱乐圈最神秘的婚礼 原来明星的婚礼 不仅只有奢华还有奇葩 如果说亲友黄晓明 送给杨颖梦中婚礼 后有陈晓送给陈妍希最甜婚礼 那么罗静就是送给了唐烟 一场史上最保密的婚礼 2018年10月28日 这是两人的婚期 但为了防止狗仔私闯偷拍 两人在婚礼前一天才公布婚讯 还直接把婚礼地点 选到了遥远的维也纳美泉宫 而这座充满巴洛克风味的城堡 曾经正是奥地利皇室 西西公主居住的地方 但不知是不是受大S和汪小飞 那场抓马婚礼惨造直播的前车之鉴 罗静和唐烟的婚礼 不仅要求所有来宾都签保密协议 佩戴特质的手环才能进场 还严禁宾客携带手机 为此夫妇俩还特地给所有来宾 都准备了一台拍里的相机 而为了缓解宾客的成见 两人索性承包了所有客人 每晚两千元的豪华套房 还大方负担每个人的往返机票 而这场婚礼 不仅仅只是在保密工作上下足了功夫 在唐烟的婚纱上 罗静更是下足了血本 当时婚礼前一天的欢迎晚宴上 唐烟生传品牌专门为他手工定制的 小礼服式婚纱 全球仅此一件 两人的忠实婚服 则是由我国著名的高定设计师 郭培独家打造 而这场婚礼中最为瞩目的 莫获于唐烟那件 拖尾长达四米的宫廷婚纱 不仅光人工就耗时4506个小时 还将唐烟最喜欢的玫瑰蝴蝶等元素 都融入其中 在托尾上有整整1206朵 人工绣上去的玫瑰花 奢华优雅的皇室公主风满满 此外唐烟投底那枚钻石王冠 也是同样不落下风 它来自世界知名珠宝品牌 莱申通灵 正是欧洲王室特工 而传闻 这顶钻石王冠不仅价值千万 还是莱申通灵在1855年所造 是意大利国王送给女儿 优兰达公主的婚礼嫁妆 不过让网友最羡慕的还不是婚礼当天 罗靖化身骑士把唐烟变成了公主 而是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 他也没忘记给对方一份独家专属 比如给唐烟设置特别铃声 一旦想起无论多忙都会第一时间回复 再比如参加节目 会专门挑选唐烟喜欢的粉色糖果 还在主持人拿走后直接抢过来 才偷偷递给唐烟 或许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 我可以对待每个人都亲切友善 但你一定是独家专属 我可以对待每个人都亲切友善